是否很漂亮呢? 我純粹想著現在這個星雲 有時有些Cover就用那些正正常常有Title 但是有些會用一些我日常生活拍下的 一些特別有趣的景物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有一些我挺喜歡覺得很有意思的Quotes 都跟大家做一個比較個人的交流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 形歸正傳 其實都未完全形歸正傳 有兩個好消息要宣佈 第一個就是說 記得我以前這個星雲是一個月兩次的 初一新月和十五滿月 但是之後因為有些問題 就剪了十五滿月 但是最近香港局勢都很動蕩 風雨飄搖 人心惶惶 我就想多些來密些手 和大家去派一些定心院 去安撫一下大家的心靈 所以十五滿月的 這個特殊亂男星作品社 又開始會做回 即是接下來都是會一個月兩次的 希望多些 密些 和大家去給一些建議 和大家去分析一下你們的前路 OK 就達至趨吉避兇這個效果 OK 好 第二個好消息 都是類似的 記不記得 去年我曾經有個帖文說過 有一個客人封了一封超大的例子給我 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他算樓齡的時候 那時候 就趕中了他會天降萬彩 那他真的聽話 他去買就中了二合獎 六合彩的二獎 對了 六合彩的二獎 然後他答謝我 但是我都覺得 我怕受不起 怕受不起 不好意思 因為很口渴 我先喝一口水 OK 對了 所以我都說 會拿部分的錢出來 是回饋大眾的 那怎樣去回饋呢 那當然那時候我是捐過星貨 那現在 星貨被人凍結了 這件事真的很令人憤慨 OK 好了 但是第二件事 就是我會進行一個塔羅的二千 都說了很久 但是因為一直時不我遇 我真的比較忙 因緣未到 但是最近是比較空閒 還有說多一次 始終香港現在的經濟很低迷 人心是很不穩的 很不安的 那我覺得 咦 這個簡直是黃金時候 真的去做這個二千 OK 所以呢 在我做完這一期 你們剛好相遇了 你們是最後一個星雲 對了 完了你們這個post之後 我就會在Facebook IG 公佈 塔羅二千的場證 那就真的完全免費不收錢 OK 希望大家可以 不單止說 益你們自己 密切留意 都多多廣傳 因為 好事 不要說只是 你們宣享用到 我都希望可以幫到多些人 對了 OK 那 嗯 對了 就是會跟大家多些指迷進 所以其實這兩個訊息的共通點 這兩個好消息的共通點 都是說 即是接下來會有更加多的 即是更加方便地 更加 對 這樣去幫大家指迷進 好了 真是言歸正傳 講一下雙魚座 今個農曆三月 伴隨著八陽座的新月 你們自己會怎樣呢 四個字 的起心肝 的起心肝搞什麼呢 嗯 其實你們的的起心肝 最終的目的 是為了要賺錢 是的 但是 所以其實是好的 你們這個的起心肝 你們會透過搞什麼呢 OK 第一是改變一下自己的性格 是的 你們一向是 如果是比較懶惰 是的 很怠惰 是的 你們會去搞搞他的 是的 即是 是的 低起心肝 勤力一點 第二就是 如果你們一向是容易見累 OK 或者那個睡眠質素不好 那可能你們會去改善你們的作息 OK 去調整自己的睡眠時間 還有可能去看看 中醫 調理 諸如此類 是的 OK 即是令到你們的睡眠 作息 身體的精神 是提高的 OK 第三 亦都可以跟你們的家裡有關 尤其是 如果你們的家裡 一直是有水患 是的 有水的問題 即是怎樣呢 我當可能 廁所經常漏水 然後哪裡經常滲水 然後經常很潮濕 然後或者有一些東西 一直還沒有洗 OK 是的 可能已經有一些碗碟 是堆了 兩個星期還沒有洗 有一些三褲是堆了整個月都還沒有洗 OK 這些全部跟水有關 對不對 還有想到些什麼呢 那你可能問我 那油漆算不算 那油漆那個塑膜 就是那個塑膜也是濕的 濕的 這個勉強都算 OK 可能 總之跟一些液體有關的東西 是的 總之在這些全部的方便 你們都會先搞掉它 因為這些東西 其實一直是你們心裡面的一個 那個字怎麼讀 夢額 夢 然後好像壓力過壓 但是不是做肚子 做鬼 這個字 OK 即是這個怎麼讀 夢額 夢額 我不知道怎麼讀 經常看到那個字 但是都沒有查過怎麼讀 是的 這個其實是你們心裡面的一個 心頭大石 但是 可能你們會經常在那裡 不認真想去解決 是的 但是這個農曆三月 就無端端 你們會知道 原來我是要搞掉這些東西 我才會有心機 有精力去賺錢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你們來說 是挺好的一回事 那就在這裡恭喜你們了 好